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还有优势的 就比如说第五名这个杭州 杭州跟这个广州呢又差了一万多亿 所以可以说是这个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都只有深圳广州这么一个城市 下面呢就是杭州 然后可以看哈这个成都 重庆 南京 天津 然后是苏州这些 哎 大家正往下排了 他们其实呢都有可能往上走 都有可能更近一层 关键在于谁 关键在于谁所在一个省的增进发展好 拿出来特殊举个例子 谁呢 杭州 杭州其实GDP不高啊 它在中国的全国的城市GDP里面 只能够在第十位 可那资金量呢 却在第五位 为什么 因为它是浙江的省会 浙江的企业 浙江的这个企业家 他赚了钱怎么样 他都会去杭州是不是 这也是为什么 将来我们看好南京啊 看好郑州啊 看好武汉啊 他们这些原因 因为他低脱了一个足够大的省 这个省的资源都会汇聚到他那去 那最后提一个这个天津和重庆啊 应该说 按照现在这个水平来看的话呢 他们俩在过去这个长期的挤水分 挤泡沫这个过程啊 算是告一段落了 那么在这两个地方发展的朋友呢 你可以安下心来继续在往上走一走 总结一下 汇聚资金总量多的地方 一定是经济发展好的地方 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呢 一定是房价比较高的地方 那么你在里面呢 就应该找到这个位置 如果说你能够超越它的平均的水平 它的房价要相对低一些的话呢 就是你作为年轻人应该发展的地方 你说是不是